蚂蚁王国第14天 昨天说到多吉伤势恢复后,再次闯入熔岩部落巢穴大战,后被熔岩部落战士的泡沫天赋攻击蒙了双眼。 碎陶顿到BOWS战场,在小胖娃的作梗下被视金兽和清源部落联手击杀。 就在战场这边的多吉陨落之时,很久都无人问津的清源野区,一只一模一样的多吉睁开了双眼,他似乎变得更加强大了。 大战后的BOWS战场又恢复了井然有序的生活,并不知小击杀的只是多吉一缕分身,小胖娃依旧四处玩耍。 是金兽依旧爱掏清源巢穴制造麻烦,窟戎永远都是默默冷眼看着这一切。 清源部落闲暇时,还捕猎一些小野兽。 敦煌部落慢慢地把势力从大石头下向战场从林里发展。 熔岩部落大本营这边也日常宁静,但被地里却派出探子前往外面的世界探索的一切。 清源大本营这边是他们的重点照顾对象,似乎在计划着什么,当然这些外界都无人知晓。 到了晚上两个清源乙兵在战场的西边发现一个新的虫洞,其中一个决定进去查看,可他刚走到一半又快速地退了回来,似乎有什么不好的预感。 剩下的另一个乙兵不明所以也屈身前去探险。 刚穿过虫洞,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,这里安静祥和,晶莹踢套,异常地唯美。 他高兴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游历起来,却不知道这里是被后人称为龙元血路的白沙人坑。 他就这样走着走着,突然,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夹住了腿,他开始拼命地挣扎。 最后还是逃脱了,他发疯似着逃跑,慌不择路,只求离开这个吓人的地方,突然他又被什么东西夹住,这一次的他就没那么幸运了,只见他努力挣扎着,但依旧越陷越深,生机似乎也在快速地消散。 最终他彻底地失去了意识,沦为了坑底怪物的盘中餐,当他再次被抛出坑外时已经成为了一具枯骨,沙坑还是那个沙坑这一切犹如从未发生过,只有坑外的已足枯骨似乎在警示着众人,这里暗藏着恐怖杀机。 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被后援称为龙园血路,是因为据说只要穿过他就能找到真正的众神宝藏,里面有无数的钟,高阶神器,我们一起期待各部落勇士的精彩表现吧。 抖音